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 谈谈人生的变化 人生变化有时候是祝福 有时候是带来很多考验 但是你们两位变化的应该都是越变越好 不知道 那不是忙碌 那不是忙碌 对 因为真的不知道 变不见了是真的好 所以我们准备了这个 台湾最近都流行 很喜欢流行吃烤鸭 是 世凯您有什么解释吗 你自己也是一个美食评论家 为什么烤鸭在这几年 台湾如此的流行 我不懂为什么 我自己所知道的老婆 应该说在前几年开始吧 这个宜兰的樱桃鸭 这件事情开始起来了以后 广东师傅来了看到这个鸭 太棒了 然后很多的五星级的餐厅 开始这些师傅就有机会让他去一展常才 因为呢 技巧再好 我跟你讲食材如果不到位 你只能做到一半而已 再来一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米其林的进来也是有关系 因为米其林对他们来讲评审里面 烤鸭这些这个东西是国际知名的一道料理 很多时候你做的好不好 对他们来讲他比较容易去评论 吃烤鸭能不能可以 谈到友情 当然是可以的 我看你怎么怎么讲 我觉得烤鸭是一种 那种餐桌上的一种互动 朋友跟朋友啊 跟食物啊 我觉得是一种很轻松的感觉 加上看你们两个结识的过程 我看很多资料其实蛮有趣的 很多人都觉得为什么我们会认识 你是偶像艺人 然后现在基本上已经变成艺术 成为你的 我们今天现场就有你的作品 等下解释我们的作品 您是原来做广告设计的 对 你现在变成旅游达人 跟全职作家 还有主持人 对 角色越变越多 是 他的角色越变越多 但是你们两个怎么人生会相依的 我说真的 我认识他的时候 我非常不喜欢他 因为我做 我做的是这个旅游 我那个时候刚好 刚从国外回来 你好老实哦 对 刚从国外回来 回来了以后呢 那时候台湾很流行 很多的这个外景旅游的一个节目嘛 那特别是在当时呢 他们的一个主持风格 对我来讲说 有一点点太对于这个 例如说吃的部分 我们讲到吃的部分 我就会觉得说 食材很重要 你要想到后面的故事 那些农夫们很重要 你怎么可以这样去玩弄它 这是不对 可是节目效果 它必须要这样子 所以我第一印象 对它很不好 然后呢 那时候 你觉得它是个什么样 还不认识 你觉得它大概是个什么样 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 第一个就是 哗众其宠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隔年第二年 第二年我们刚好 泰国光局邀请我去 那个青麦泼水节 我去到机场 第一件事 突然间看到他两兄弟 有点不太舒服这样 那我就避 打声招呼就避开来了 然后好玩的事情就来了 我们要 因为要去去曼 要转机 在曼谷转机 这个人呢 很不礼貌 非常的不礼貌 你这个人这句话 就不礼貌了 你知道吗 他不礼貌到什么程度 他就是手机就走过来 我已经避开他 坐很远 坐到那边 他就每个人去拍一张照片 拍一张照片 我以为明星喜欢玩自拍 对不对 他拍你 跑过来这样子就拍了我一下 我突然间抬头很惊讶一下 他咔嚓一声 他就拍了 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 你知道吗 我想算了 不想去理会他 好玩来了 我上个厕所回来 看到他一个人躲在旁边 就在那边画画画画东西 我想说 他在干嘛 因为我画画的人 所以看到他在画东西 有趣了 我就走过去看 哎哟 这小子挺会画的 原来他在干嘛 他在画我们刚刚拍的 每一个人的画像 我先想说 这个人挺有趣的 你知道吗 就开始跟他聊了 你当时是觉得说 怎么会有人跟你聊话 对 其实画画蛮寂寞的 不太有人能跟我聊 从小到大的环境 你怎么可以拍别人 然后你不怕别人来拒绝你 或者对你 开始有很强烈的反应 你拿个手机对他拍 因为我每次出去 我都会希望做点记录回来 不是拍照 所以我会 比如说我们三个出去 我会拍你拍你 拍你 我们这个场地场合这样 然后我一个人 我就会一个人自己画画 那在画画的时候 我是安静的 因为我在画的时候 我也不用跟你们聊天 我也不用跟他聊天 也不用跟你聊天 对 因为如果我一直看着他画 那人家就会说 哎你怎么会画画 为什么你会画 我会分心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并不是说 要把它当成一个作品 还是什么 我觉得时间长了之后 他就会变成一个日记 他的画哪部分 促使你能够放下你的戒心 然后还是愿意跟他讲 因为我学画的嘛 毕业以后做的是广告的 所以我反而很压抑 说这个人竟然在sketch 你知道那个不简单的 而且他愿意 静下来在机场 后机室里面画画我就是 你原来没有认为他有这项专场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为什么他跟你聊起来 你愿意跟他去对谈呢 那我觉得他讲到一个对的话题了 如果他跟我说 你知道这个食材怎么做的 啊我真的没兴趣 我run down看一看就好了 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 我会真的没有兴趣 但是我觉得创作啊 画画是一个很内心的事 所以显然他给你的话题 不是说哎呀你画的不错 不是这种字眼来吸引你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一个那么好啊 那么好讨好的 对付的人 对付 应该是这样讲 他不是那么好相处的人 他不是一个需要去讨好他的人 所以你们两个就是这样子 接下来 这友情就开始了吗 就差不多 然后我们从那边 然后到清迈以后 我们两个就每天在讲 每天在讲 结果他哥就突然间讲说 这两个是在干嘛 从头到尾就在讲画画的事情 然后也在车上也在讲 然后讲一讲 突然间跟我讲说 他有个学画画的老师朋友 我说是谁啊 然后他就说叫攀学官 我马上一听我说 世界上就这么巧 我同班同学 三年同班同学 结果他就回答了DG 你自己说 我说哇 那你有那么老啊 因为那个 我那个朋友年纪真的蛮大的 对然后他们是同学家 所以立刻你以师长的尊理来相对待他了 对 也不至于 对啊 Danny对我来讲他是一个很特别的朋友 我们不会很常见面 我们在脸书上也不见得会按赞 然后讲一些客套话什么 我们都不会 所以这份情缘立刻把你们距离拉近了 拉近了 到现在你们这个 我看09年到现在十年吧 超过十年 十年 我知道他现在今天带了这个本子来 对 这个就是你平常的 我会带 立备装备吗 对 大小不一吧 大 大概都这个大小 你有多少本了已经 我现在可能50多本了 Jesus 大概一年要用到几本 大概一年大概有四本吧 四本OK 应该是四本 他的这个习惯 在你们现在的交往当中 你每天要 经常要伴随他这个习惯 有的时候对 他常常就会 常跟姐姐 哎 现在在干嘛 我说还好没事 那出来画画吧 我说哦 好 我记得最清楚有一次 你知道吗 他在哪里画 他看到那个101大楼 他就想说 我想画101 我心里想说 想画101大楼 在哪边画 那旁边周边 车水马龙怎么画 这位老兄竟然把车子 又停在马路上 马路上停下来 他说我就在这边画 我说你怎么在这边画 他直接就把他的后车厢 给拉开来 拉开来 画就开始摆开来 摆开来回我一句话 哎 那个Danny啊 哎没有水 帮我去找水吧 我就拿着一个桶子 到附近到处去跑 最后跑到101里面去 去跟他弄了一桶水出来 就像书桶一样 在旁边 在陪他画 对 我曾经在鬼门关里面 走过一趟 因为呢 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 因为太辛苦 所以我打三个工 每天每夜在做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间 啪 晕倒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 急诊室的医生 就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 哎 你们钱看得比 生命还重要 你现在的画作 你还是会遭到一些评论 fine 不干我的事啊 我现在真的就是百分之百 为我自己而活 创作的时候 那以前你的工作 都没有办法给你自由 我没有round down 没办法自由 现在这个 好啊 我把它撕掉 来 最后跑到101里面去 去跟他弄了一桶水出来 就像书童一样在旁边 在陪他画 对 但是他就是这样 那我们两个有时候 对我来讲也是个好处 因为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 做事情久了以后 看很多的事情 因为年纪 确实也比他大很多 所以我看了很多东西 会很主观性的东西 在他的身上 我看到有很多 我自己以前的样子 第二件事情是说 你知道这个 画画这件事情 你要很投入 你要很热爱 你才能够说 我今天看到这个景 我马上要把它画下来 没有的话 我会心里觉得不舒服 就像他拿一个本子 或者是车枪打开来 就要画一样的导演 所以我会告诉我自己说 他那个热忱 我永远要记得 可是画的应该是你画 是不是 怎么变成他在那边 天天画了 没有激起你一些 重回画笔的性质吗 有 但是多了另外一件事情 观察 我在写作的时候 或者是我在做广播节目 跟演讲的时候 我就会有 这种观察 就会变成我的素材 所以我觉得蛮重要的 然后我会心里想说 一个大明星 他现在这样子画 他是刻意要展现 让其他过去的人 都看到大明星在画画 是矫情的 还是他真的 他是喜欢画画这件事情 所以你现在研判的结果呢 他真的喜欢 真的啊 对 但刚开始你觉得 他在矫情 刚开始真的觉得 对啊 有没有搞错在大马路上面 你说对不对 拒绝物有没有酒啊 这很自然的 其实刚刚他说的有一点 你也是一个从小就喜欢观察人的人 对 对 我很爱观察 我从小对人跟人之间的互相的关系 长辈跟长辈之间 长辈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都会特别的 你是那种朋友长辈员的小孩子吗 对 我 我哥比较有长辈员 我还好 也还好 我还好 我小时候其实可以保送一个美术班 因为家里的环境没有那么好 那我就去跑步了 所以我在跑步的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我那么爱画 我在跑步的时候除了专心练习之外呢 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也都在画 那个报纸上的一些奥运的图片 Jordan啊 跑步啊 游泳啊 体操 我都会去画这个 我特别喜欢画人物 所以上课的时候历史课本 宋教人 宋教人 刘明传 宋教人 你还能讲出这个名字 宋教人 你还能讲出这个名字 对 然后陆浩东 然后陈其美 他们的那个画像我都有 你老师不断上历史课的给你出来 不是 不是 老师停留在黄花岗那一页 上了医学节 因为我对人很有很有兴趣 人的产生的原因啊 这个都 我很有兴趣 我艳辅那个高中就出了一本 中华民国革命先烈的那个画画册 对啊 我还记得宋教人是这样子 最后那张照片是这样做的 对啊 那个日游表示 这个上课不愿意 所以你没有走 但是你一直没有离开对画画的兴趣 对 如果你后来进了一个专业的艺术学校 会怎么样 今天你们两个的成就会怎么样 我觉得会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我应该 你替他惋惜吗 我现在来讲的话 我不觉得我会替他惋惜 我讲一个小故事 我有一个复兴美工的老师 有一天他在脸书上面写了一段话 他说他后来才发现他误人子弟了好几十年 我吓了一跳 老师写了 所以我去写信问老师 他说因为他最近退休了 所以他就跑到纽约去 去了纽约以后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他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美术老师 没有人知道是谁 所以他重新去学画画 他才意识到说 什么叫做自由自在的画画 框架之外的画画 所以他说以前他都是 告诉学生要怎么画 一笔一笔怎么样画 他只是在塑造一个一个一个 跟他差不多一样的产品而已 他已经框架出任何人画画的 一个天性跟本性 反而是他到美国去以后 老师问他说你在想什么 他答不出来 可是他不一样 因为他没有经过这个 叫做很扎实基本功的一个训练 他很奔放 因为奔放他再加上 他现在因为这个 这些岁月的一个累积 思考观察 他慢慢走出来的东西 这些东西跟我们以前的东西 其实状况是不同的 所以他算是一个自由派的画家 我觉得是 因为我们很习惯就是说 我如果没有 例如说我不这样画的话 不加这个颜色的话 我会慌 因为不对 什么叫不对 艺术你怎么去说不对 这件事 欢迎如果送他进了一个某一个 这个科班队伍 他反而没有今天的这种豪迈 我相信你的事情 我觉得我不会 我觉得我不会 我没有办法让 坐下来 然后一崛起就干这件事 你搞得要谦虚的接受 人家是在称赞你 谢谢 谢谢 那你怎么形容世凯这位朋友 他是我 我觉得他真的是 我很执心很交心的朋友 我在他面前 我可以很大声的讲话 我也可以很轻声细语 跟他讲 你最羡慕他什么 他现在的多重角色 你羡慕羡慕他的生活 我羡慕不羡慕他的生活 我羡慕他自由 你不自由吗 我也自由 但是他比我自由太多了 那些 他什么自由 怎么说呢 这你自己讲 为什么你一讲 因为你高的话起来 怎么叫别人讲的 对你认为我是什么样子 他一路上 当我很努力在演艺圈打拼的时候 我要买房子 我要买车子 我要安家什么 但是他都没有这些 然后他也是这样子 一路上这样上来 所以我觉得 他有我身上 需要去学习的吧 我觉得 应该说我回台湾之前 我在美国待了12年 在那之前的时间里面 因为家里的变故很巨大 所以我其实在美国的生活 非常的困苦 然后也因为在美国的生活 让我的人生做了 很大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回到台湾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说不要被钱绑死 这件事情 因为他是我的枷锁 已经是我的上半生最痛苦 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我好不容易可以解决 而且我曾经在鬼门关里面 走过一趟 因为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 因为太辛苦 所以我打三个工 我还要念书 我还要寄钱回家 然后但是每天每夜在做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间 啪 晕倒了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 然后急诊室的医师 只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你那个亚洲人我不懂 你们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然后我就会很压抑到说 哇 如果我倒了 第一件事想我倒了 那这些的医药费怎么办 我的钱 欠的钱已经够多了 现在还要在家之后 所以我们思考逻辑是不同 但是因为那一件事情以后呢 我去流浪了三个月 再回来再看生命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而且要好好的活 我不要再说 我下个月要找多少钱 我都要做些什么的 所以你是在辛苦之后 你得到了一个 经济上的一些保障之后 你开始过你自己的 其实没有保障 因为你看我们的工作 是自由的工作 我们不管是做广播也好 做旅游也好 但是你绝对不让那个事情 再去操控你的生命 对 这就是你现在问了吗 我现在也没有在为了 金钱这件事情 或者是自由不自由这件事情 我现在没有在为别人而活 我应该这样讲 我现在真的就是百分之百 为我自己而活 那你跟他已经开始很接近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跟他接近了 所以你要的就是自由 我要的是真的自由 创作的时候是真的自由 那以前你的工作都没有办法给你自由 我们有Round Down没办法自由 蛤 你为了人生的Round Down吗 我们有Round Down没有办法自由 他高了半天是因为Round Down 是这种东西对不对 对 端哥我自由起来 这个电视会没人看的 你不喜欢这种东西 这种节目单 对 好啊我们把它撕掉 来 不是这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是我大概上个月画的 卡路易斯 那这是破世界纪录的那一场比赛 9秒86 然后其中一个moment 他在我心中 这些画面在我心中就是一个美 我画了一整本他的鞋子 我后来遇到他了 然后他一进来的时候呢 我就全身发抖 我就说我小时候都在画你 我画了好多的你 你是我的偶像 全然的偶像 他们跟你说什么 他跟我说 你年纪有那么大吗 哈哈哈哈 这什么意思 你不喜欢人生给你 有人叫你去做的事情是不是 这个人生的转变是 你始料未及的 我们一开始进了 进了做任何事的时候 也不知道最后要来当艺术家 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要来当艺术家 为什么我爱画画 因为这个画画 没有人可以决定你对或错 没有人可以决定你好或不好 就我跟纸 我跟作品 我跟颜料 这是我们在玩的事 旁边人也不会来打扰 因为旁边人觉得说 你好怪你在干嘛 所以从小 我在团体当中 大家就觉得说 我的个性很奇怪 坦白说 我也不是一个很乐群 很合群的人 那为什么我会跟他们去钱贵 为什么我会跟他们去哪里去哪里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你以前过的都不是你 真的知道自己在过什么日子啊 其实我知道我在干嘛 我知道我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 做什么做什么 但是我不知道原因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 所以你以前过的日子当中 你不可能一天去跟着节目run down走 你同时又觉得你有自由意志 在做你的艺术创作 你两者没办法并存 我觉得很难 这种个性是不是在这个圈子 就会那种不舒适 我觉得是 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属于这样子 但是他刚刚讲了一个 你知道吗 我非常感动跟喜欢的是 他说了 他说的那个艺术 跟我的艺术是不一样 因为他刚刚说嘛 他说那张纸 他的天地 不用别人来评论他 可是我是科班出身的 所以我永远画的东西是 拿出去给别人看 别人要去怎么去评价他 我要去知道他 所以那个差异性是不同的 可是你现在的画作 你还是会遭到一些评论啊 Fine 不干我的事啊 那你以前的演艺生活 难道不能放这么潇洒吗 因为他有偶包啊 因为我没有收视率啊 所以你现在run down之外 又多一个收视率的报表 对 所以那个run down讨论 都是以收视率为主啊 他不是好不好看 或者是有没有知识性 他不是这样啊 对啊 所以你要的就是 不要这些枷锁 这些负担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你选择去做一个 纯粹的艺术家 对 是这样子 好 这个人生转变 这样子看起来 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吗 这个选择事后 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吗 人生就可以按照 我不要这些限制 我就该走吗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同时我要请你来分析他的画作 还是要给他一些评论 评论还是现实的 不要客气 好的 好 我们下一道菜 马上来 因为他都安上了 诶 这个今天 这个我夹什么 今天这是什么菜 我们今天上的是肉跟汤跟卤肉饭 我知道这道菜有特别的用意 对 我们这个艺术从小就知道菜应该很熟悉吧 对 好 说说看为什么这道菜对你有特别意义 想说我们家是开录影带店的 在哪里你小时候 在那个丁州路 就是那时候还是大片小片要回待的那个年代 就是如果要COPY你就是要看完整部片才能COPY 所以家里上面有很多台电视 然后呢我爸妈那时候工作时间好长 都到半夜才休息 然后休息的时候我印象好深 我们家住在后面的巷子而已 但是都会去到丁州路最后面那边有很多 像这样子的卤肉饭啊 汤跟汤啊 供完汤这样子吃东西 所以我每次不知道吃什么时候 我就想要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就会找一个那种有长板凳的地方 然后老板很忙 然后最好是灰汗如雨那种 不管好不好吃 有没有吃过我就觉得 哦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有没有在那个小板凳上开始画画那时候 没有 但是那时候其实墙上海报我就去观察 观察他们的构图 观察他们的牌子 小时候还会去看电影的看板 以前小时候不是都是手绘的看板 对对对对 我就会想到老师傅怎么画 然后就去判断说 哪一个戏院画的是最好 比如说有的 有的手是直的 但是有些画 有些师傅就画到这样子 对就艺术性比较强 小时候就去观察这些 自己有没有想去画过非常大的画作 有没有想过 我现在目前画过最大的就五公尺 五米乘以三米 五米然后三米这样 那是题材是什么 主题是什么 那个题材是我画一个 我画一个企业家他的一个生平的故事 从小然后到大的一个排列 我就用异象 为什么用那么长呢 我把它当成一个时间流 时间的长廊 所以他有父亲有母亲 父亲母亲在前面跟后面 前面后面等于什么 前面后面等于画面的全部 所以他的亲情是他的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这样安排 然后有一台车 一台很传统的那种拖车 往远远的地方去 为什么 因为他是留学生 那个背影看起来 他是个很沉重的 留学生在被送出去的时候 那个断舍离 当时是很对小孩来说很痛苦 所以我把这个也把它记录进去 把一些草原 把一些风啊 一些那种感觉的东西 把它铺陈在里面 爸爸跟妈妈安安静静的坐在沙发上 在坐过他们的日常 但是他的小孩却在远方 我在铺陈这个整个时光 所以 那个作品我就把它叫做大时光 我不叫大时代 大时代有点沉重 时光就是 他有点甜 他有点回忆 过去再怎么不好 现在都是好的 他现在是很有成就的 对我就这样子把它 我没有这样讲那么细跟他说 但是他看了就说 对 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他的生命的岁月的过程 对对对 我是这样把它铺陈 我最大就是五米 那之前有做过一个 台东有一个饭店 平均也是三米跟四米 那有一次画一个很大的洋船馆 我好喜欢洋船馆 因为我是田径运动员 所以洋船馆 对我们来讲 对台湾的运动员来讲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前辈 因为他是台东人 然后有个船馆录嘛 然后就画一个洋船馆 放在饭店里面 对那时候是他十项前呢 好像1964年62年 得了银牌 然后破了亚洲记录 我们这边有两幅画 也是运动员 这幅画是你什么时候画的 其实这个是我大概上个月画的 对上个月画的 那这个场景呢 这个画面其实 因为我小时候是练体育的 小时候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小时候 心都是很干净很纯净的 那我的美好的画面 我的美好完美的画面 都停在90年代 2000年那个时候 那我认识的第一个运动员 他叫做刘毅士 刘毅士 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还问我哥说 为什么刘毅士姓刘 国一 国中一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翻译 为什么他姓刘 他不是黑人吗 为什么姓刘 很可爱 然后 所以我的画面都在 停留在那个年代 88年 92年 96年那边 那这是破世界纪录的 那一场比赛 9秒86 然后其中一个moment 你是第一次画他 还是以前有画过他 我不停的在 不停的在try 不停的在练习 所以他已经画过好几次了 卡路易斯 我后来遇到他 我真的很庆幸 我遇到我现在 我的老婆 他给我很强壮 很强壮的内心 还有他给我百分之百的勇气 有一次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在睡觉 然后他就一直看着我 看我 看了之后 然后他就哭了 可是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都还在想 关于创作的东西 关于画画的事 我曾经做梦 梦到一个配色 我跳起来 我赶快拿牙克力颜料 我赶快和一和之后 然后拿个纸沾个颜色 然后我再躺下去睡 你第一次画他还是以前有画过他 我不停的在 不停的在try 不停的在练习 所以他引画过好几次了 卡路易斯 我后来遇到他了 哇塞 你应该把你的画作送给他 我在2017年世大运的时候 我在看电视看体育台 看一看 这个人好面熟 我就打给我们以前老师 我们老师说 他现在就是在体委会里面当 什么主任 我不太知道 我说老师 那个我在电视上 是不是看到那个卡路易斯来啊 他说对对 这就是以前那个卡路易斯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就说 那 你可以 我可以去看他一面吗 他说 但是他就在操场 你就来这样 然后我就拿我小时候所有的素描 画他的素描 96年 92年那个时候画的素描 还有他穿了钉鞋 我就拿去体育场 待了三天 我就安安静静坐在他后面 我不敢打扰他 因为他是教练 他需要训练学生 他有他的工作在 到最后一天我受不了 我就问他们同学说 请问一下你们住哪里 他说 我们住在领口的选手村 领口选手村 我就开着车到领口选手村去堵他 堵到晚上大概七八点 还是遇不到他 我就想说 回来放弃了 好放弃 然后 我后来隔天我就跟我老婆 就下了那个地下室 跟我老婆去看电影 人生就是那么奇妙 在地下室电话响 他说欸 彦甫那个卡路易斯说 就是我们下午三点钟 在那个西华饭店 我忘记哪个饭店 就是在台北市的饭店 在那边等这样 我说真的吗 好好好 OKOK 然后我到进去的时候呢 我就一样有个牌子 我就把我小时候的照片就这样放着 小时候画就这样放着 然后我来现场模拟 走进来的时候他会不会看到 因为我觉得就一次机会 他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跟我碰面 然后他一进来的时候呢 我就全身发抖 我就全身发抖 然后我好错乱 我就说你是我的精神的食粮 我小时候都在画你 我画了好多的你 不管是在艺术的方面 还是在运动方面 你是我的偶像 全然的偶像 好 然后他就在我的小时候画作 那个是96年的作品 他就在我那个A4的那个图包子上 就帮我签给你 他没有问你是画的是谁 他没有问他在讲 画的是他 他是以前非常公允的人物 庄哥你应该知道他 当然知道 谁不知道 不会啊全世界 世界系组保持人 創地造人 对 所以那一刹那你在发抖的过程当中 你终于见到 你从小见到的一个偶像 在画的偶像 他见到那名 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他跟我说 你年纪有那么大吗 他以为我年纪很小 他以为想说90年代的东西 为什么你会认识 对 那我们小时候真的没有想 真的无所求 我那时候画画我不是想要哪一天 我要遇到我要拿给他 我不知道一个那么高 但哪天到遇到他的时候 你竟然有这么多的画作 排在他面前 这不是一种你个人 真正是最高的一个荣誉 一个满足吗 这个是我内心的一个满足 但是我在当下在做 小时候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我没有任何设想 我画了一整本他的鞋子 一整本他的水彩 他的鞋子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 他在我心中 这些画面在我心中就是一个美 我在追求的是一个美 追求是一个真 追求是一个很善很好的一个平地 那个地方就好像有点小草 然后有点水 然后有点风吹过来 我觉得 我看你碰到的一个偶像巨星 大家都不会有这么样的兴奋 这个算是我心目中 这才真的是你的偶像 这才是你心目中真正的神 对 你在发抖的时候 你才认识你自己 你才会问自己 到底谁才是真的偶像 世凯帮我们来点评一下吧 点评不敢 你点评画还是这个人 我觉得他刚刚讲的 我相信 你看我认识他这么久 那个是真 这种真一定是要发自你内心里面 有感触有感觉的人 不是一般就是很多人背一背东西讲一讲 我跟你讲 背东西讲东西 人家一听大概都可以知道 我在他身上所看到的那一面的真 是很少 而且他很坚持 我觉得坚持这件事很难 不管是前面那五公尺的话 跟卡路易斯的这件事情 你看他讲出来的那种感觉 我们几乎好像在他旁边 看他们两个的灰面 是不是 我觉得那个形容的 是不是 字字句句都是真实 对 都是真实的 这个就是没有run down 对 完全没有run down 所以他喜欢的 他的个性就是这样 他喜欢 我喜欢他这个人也是这样 所以他常常出些怪招 但是我就心里想说 OK 他就是这样 真的从艺术角度 他过去做的行李箱系列 就是画行李箱里面 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运动 就你的专业观点 你怎么看他的作品 因为我刚开始认识他画的时候 先是从他画很 插画式的东西 精细式的东西 从那边看 那些看的时候 他框架很多 因为框架是 他想要去勾勒出 让你看到的东西 这是一件事情 可是后来他的色彩在改变 他的色彩在改变的时候 你看他的行李箱 其实画的真不真 像不像无所谓 他要画的是 那一个行李箱背后的故事 像行李箱的颜色 可能代表的就是 那个背后主人 他自己本性的一个故事 或是他认识的那一个人的故事在那边 然后再到他在画这幅画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他很清楚的就是什么 把他小时候 他喜欢到最后他遇见的那个奔放 是整个展现出来 所以他色彩是很多元很饱满的 就好像我们在看那个毕卡索的话 很多人觉得毕卡索你看他后期的话 跟他看他早期的话你会吓一跳 他每一个阶段 他画东西的转变性是不一样 可是在彦府的身上你是看到他 他自己其实没有自觉的 他就是很自然的 自然的他觉得他这个阶段差不多 他要换下一个 差不多 说我们现在谈的 并不是郭彦府的后期吧 不是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现阶段 现阶段 我应该说 我认识他的十年的 十年的第三个阶段 我会发现他的后期话 没有没有 他有 我们认识的时候 那时候 我们认识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思考 什么是创作 什么是艺术 什么是插画 什么是作品 什么是架上绘画 但是如果你是要走上艺术家这个行业 那么你必定是一个 你看到的东西跟观点 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一个特殊的因子 你才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的艺术家 不然你就是一个画家 后来主持节目后来那几年 我接触到哲学 我接触到科学 为什么我会接触这些 我不是想要念很多书或是干嘛 我想去找原因 为什么我觉得我被困住了 原因是什么 那为什么我现在过得好好的 但是为什么我是不开心的 嗯 我的收入也OK的 为什么我是不开心的 原因是什么 我不停的去思考原因 不停的去找答案 便来便去 艺术家你的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人生目标 其实很多人问 我的人生目标就是 回到小时候那样 开开心心画画就好了 就开心了 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因为没有那么简单 不知道你的生活的目标 怎么有点感觉 又回到越原始去了 其实很多人会说 艺术家很孤独很痛苦 我的解释 我觉得艺术家绝对是孤独跟痛苦的 我印象很深就是 有一次我坐Uber 好我坐Uber 然后那个司机跟我说 你是郭彦甫对不对 我说对对你好你好你好 然后他说 你怎么敢去当艺术家 我说 他说我以前也是学画画的 我都不敢 我说 我跟他说你现在也可以啊 如果你用Uber的观点去画下 你这几年来载的所有客人的样子 你也是一个Uber Uber司机背景的一个艺术家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勇气怎么来 怎么样去做决定 你要准备什么 然后你怎么去看待人 你怎么看待事物 你怎么看待自己 真的哪个事情触发到你 最后你真的去做了 你就做了 你可以像今天跟我们讲说 你不在乎那些虚荣 我们不在乎那些掌声 甚至不在乎你要有什么大成就的歌送给你 这是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跟他没有关系 跟他没有关系 好高兴喔 听到 我本来想讲的是 你要不要先离开 我本来想讲 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 他很感谢我 是因为2013年还记不记得 2013年 因为他刚开始正在矛盾的时候 我们参加那个点燃生命之火的活动 我们要到偏乡去 然后就邀了这个彦府 然后他在回程的车上他就跟我讲 他说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跟小朋友 第一次去鼓励小朋友画画 因为家福中心的很多的弱势的一个小朋友们 因为大明星来了 然后跟他们一起创作 然后那种成就感跟开心 他告诉我 他觉得他应该继续做这件事情 我以为你要讲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我跟他们一样 而且我一直记在心里 我每次跟所有的朋友们讲 我好骄傲 我说因为这件事情 你看到没有 这个燕府就下定决心 所以人生有时候 真相跟你想的不一样 真的是这样 Danny对我的是 后面的那个push 但是最主要原因是 是什么 我后来发现 我对我的生活很不耐烦 我对我的生活不耐烦 我出门或者是工作或是干嘛 我觉得我对这个 我对我自己很不耐烦 我甚至去看了心理医师 我跟着我老婆 我甚至我说我想去算命 我想去看首相看面相 有啊我们 我都去做这些 我甚至去上心灵激发课程 这段时间我其实非常彷徨 但是只要工作的时候 我还是一样的样子 其实我也不会想要去买什么 名牌鞋或是什么 我不是这样的人 那我接下来勒 我接下来勒 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苦恼 那什么是让你走出彷徨的 亲人的反应和他们的考虑 究竟要给他们多少的分量 应该是六四的分法 也就是你自己六 然后亲人是四 那是一般人 哈哈哈 艺术家很自私 你是八二分的 一九 哈哈哈 七十四 亲人只占到十啊 百分之十啊 我不会这样子分 我的亲人跟我都是百分之百 我们是在一起的 好那我问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你最爱的是艺术还是太太 啊好难啊 就好像是你妈妈跟你老婆两个 现在又不是很流行这种问题吗 什么丢到河岭救谁 其实我也不会想要去买什么名牌鞋 或是什么 我不是这样的人 那我接下来勒 我接下来勒 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苦恼 那什么是让你走出彷徨的 认识他是一个 那终于还是有你 小小的关键 谢谢 然后我认识 我在网路上去认识到那个 阿潘 阿潘老师 我同学 只要后来FB 只要你是 艺术相关背景的 我都按确认 我去跟他们认识 跟他们聊 我去上艺术史的课 我就慢慢慢慢 越来越坚定 我是怎么样的人 我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人 我最后 我就跟我老婆说 我们一年没有收入的话 我们 我还是可以过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个性 Danny也知道 我不会让我自己一整年没有收入的 我一定会有想办法或干嘛 但是 我觉得我这一步不跨出去 我会 我一定 会 搞不好会生病 我觉得 那太太的回应呢 因为她看在眼里 她 她百分之百支持我 有一次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在睡觉 然后她就一直看着我 看我 看了之后 然后她就哭了 然后呢 她就把我摇醒 她说 你在干嘛 我说 我在睡觉 我在睡觉 不是什么 然后她说 你在睡觉 但是你眼球还在动 可是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都还在想 我都还在想 关于创作的东西 也关于画画的事 我曾经做梦 梦到一个配色 我梦到一个配色 我跳起来 我赶快拿 亚克力颜料 我赶快和一和之后 然后 拿一个纸沾个颜色 然后我再躺下去睡 所以那时候是 这个抉择 还是带了很多犹豫 很痛苦 很痛苦 绝对会犹豫的 绝对会犹豫 但是 我真的很庆幸 我遇到我现在 我的老婆 我真的很庆幸 遇到她给我很强壮 很强壮的内心 还有她给我百分之百的勇气 不会有人看好你的 你说你要去开一家店 你可以啊 你的知名度现在去试试看 可以 绝对可以的 可以的话我们来帮你加盟 帮你找人都有 但是你要当艺术家 在我们常常观念 艺人 运动员 艺术家 都是完蛋的 但是我都是做这些事啊 好 那 我这个书其实要跟大家说 我们关门啊 我们关起门来 你放下以前对我的成见 我们开个灯 我们聊聊天 你看一下 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看到什么 然后为什么我敢这样做 你现在还要不要 把同样的决定 再问一下你太太一次 没必要OK 我说真的 我认识她这么久 我觉得真的要感谢她太太 因为她太太给她的空间 跟我认识的很多的朋友 我觉得相较性来讲 确实那个默默支持的力量 非常的重要 但太太那时候一定看到了 什么迹象 或看到了什么 那个灵界点已经到了 但那时候支持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件事情 没错 比如说我现在我可以问 艺术家 我刚刚问题不是开玩笑 我问她说 如果当时她知道 那一个决定 就能够左右你最后要怎么走 她真的会做下 不一样的决定吗 她跟你讲说 No 不支持或者叫你慢一点 你今天会怎么样 齐端哥我告诉你 所以到底 是你自己难做 还是你做你的亲人很难 我后来 我的钱就给她管了 好 好 你这个话会找一点脚 我后来我的钱 就越来越给她管了 这是你把信任完成给她 对 就是你可以大可放心的 看到我所做的一切事情 对 因为我亲人你 其实你也支持我 我想你这是这个 是这个用意吧 其实我们并没有为这些事情 家庭开会或什么 这就是一个默契 为什么你们家里可以做到 我觉得在很多人生转换过程 最难的就是这一点 你的亲人可能百般的不谅解 百般的不理解 有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小孩 所以今天我们谈的 其实就是你人生的转换 以及你的心速快化作 我们想得到一个道理 究竟你们怎么看 人生在中年之后 或者人生到了已经事业 已经到了一个很高峰的时候 我要急转之下 或者我转换一个车道 到底该思考什么 你先 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说 第一个当然 面包很重要 对不对 但是做自己不后悔的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因为已经过了很多年都在做 为别人而做 但是你在为自己而做的时候 要不要后悔 你不要老是说 我要做 可是做了以后 达不到你预期的效果 你又后悔了 你又去转 又去转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自己的负责任 要先搞清楚 要对自己很清楚 而且很清楚以外就要坚持 我会告诉我自己这样子 那回到底我做的是开心的事情 所以还是回到我自己 你要很清楚知道你喜欢什么 然后喜欢了以后 勇往直前 亲人的他们的反应 或他们的考虑 究竟要给他们多少的分量 我们讲中年的话 因为毕竟不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 那这个时候应该是六四的分法 也就是你自己六 然后亲人是四 然后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那你自己有一个很清楚坚定你的东西 但是你还是不要忘了 其实我们很容易走那个牛角尖 或是你忘记看到别人的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四 亲人这个四 就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反应 六四自己要有负责任 自己要有理性去思考 事后不要怨天尤人 没错 但是一定要保留至少四成 给你的情缘 很简单那个道理 你怎么看 我觉得前面的部分是责任跟义务 什么叫前面 前面就是你在做这个决定的之前 那你可能落在四十岁 四十多岁 三十几岁 你说意思你前面的责任跟义务 你要觉得你自己已经算达成吗 对家庭 对家庭 比如说有负债有什么 责任跟义务 那后面就要为自己而活了 我觉得这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交代 那他刚刚四凯讲的六四分法 你同意吗 我同意那是一般人 艺术家很自私 邓哥真的 艺术家 好吧 你是八二分的 一九 七十 亲人只占到十啊 百分之十啊 我不会这样子分 我的亲人跟我都是百分之百 我们是在一起的 那他注定要听你的吗 这个意思就是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我一定会好 你这个整个人生的转参过程中 你有没有哪一件事是听太太的 除了那个最后钱给她的 我除了画画之外都听她的 都听她的 我除了创作之外都听她的 还是找一个很好的老伴 或者是太太 或者年轻败对 那个人真的是最最重要 真的 在生命中无论你是艺术家 还是一个大思想家 或者一个大政治家 不管什么 你都会有很多人生 要做抉择的时候 对 背后的力量是 那个背后的力量 是很重要 一定他要站在你的身边的 对 那我们也一定会把家顾好 对 但怎么样能够不交你这种男朋友 我现在已经嫁给我老婆 嫁给我老婆跟我的作品了 我觉得是她以后 我觉得她的书名就讲得非常的好 对啊 我觉得你做任何的事情 不要忘了不要缅怀过去 你永远要比昨天的自己还要更好 对啊 当你最热爱的事情去做的时候 谁能够阻挡你 真的 你真的爱她 谁都拉不住你 你也不会累 你不爱她 好那我问一个很无聊的 你最爱的是艺术还是太太 这好难啊 就好像是你妈妈跟你老婆两个 她进河嶺 现在不是很流行的这种问题吗 什么丢到河嶺救谁 是不是 大家的姐夫不是很流行这个吗 我觉得其实真的 我最爱艺术 但是我老婆是一件艺术品 哦 有点勉强 我相信她老婆听到 应该是很开心的 在我心中 所有艺术品都是最爱的 而最重要的艺术品就是我太太 对 这果然是段子 段哥说 果然是不一样 这叫Round Down 哈哈哈 谢谢谢谢 谢谢 今天祝福您在人生路上 都是 而且祝福你们两个的勇情 至少再延续一百年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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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